以真人時事改編的宮崎不貝 是美國家喻戶曉的電影 也在全球感動了無數觀眾 華婆電影跟現實生活存在的巨大落差 當時由白人家庭所收留的非裔大男孩 他現在已經37歲了 他要對養父母採取法律行動 指控養父母不但從來沒有正式收養過他 還把他當成搖錢樹 包括把他的人生故事拍成電影 親生兒女分紅 他卻一毛錢也沒有拿到 所以現在他要爭取終止夫妻兩個人 對他的監護權 同時也要拿回 這幾年來他應得的報酬 許多觀眾忘不了的溫馨劇情片 宮崎不貝 女星山卓布拉克 演活了領養非裔大男孩的白人媽媽 當時打著以真實故事改編的宣傳 沒想到如今讓不少網友大喊 眼淚 還來 描繪成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問題學生還是小事 現世中的麥可奧赫 已經37歲 身高193 體重143公斤 前美國NFL美式足球員 拿過超級杯冠軍 2017年退休 如今指控自稱是他養父母的圖西夫婦 從來沒有領養他 還把他當搖錢樹 如同電影敘述 圖西夫婦在麥可16歲時收留他 18歲時端出法律文件 表示要正式領養 但麥可在如今的請願書中 控訴 所謂的領養 根本就是要取得對他的監護權 就像當年小甜甜布蘭妮的父親一樣 掌控被監護人的所有決策 包括要把人生拍成電影 OK Big Smile Tui Family 宮崎不貝賺進超過95億台幣的票房 還獲得2009年 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並讓山卓布拉克多下影后 麥可聲稱 圖西夫婦與片商接洽 讓自己和親生兒女分紅 他一毛錢也沒拿到 如今採取法律行動 要讓圖西夫婦停止使用他的肖像權 並拿回應得的報酬 圖西夫婦則否認一切指控 表示遺憾 爭議延燒 如今影迷也對電影和現實之間的差異 感到難以接受 张力德編譯 至少